有一些小粉红可能就会说中国有选举 那就要跟他分清楚是哪种选举 你说的是等额选举吗 10个候选人里面选出10个当选人的中国式民主 还是中共人大代表的那种橡皮图章 或是举手机器的选举 全部人一致 没有没有 无意义 然后通过 同意的代表 举手机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雪梨 台译喜剧艺人Jason Cheney 最近又再一次在他的脱口秀表演中呛爆小粉红 你已经是台湾了吗 不,我不是在中国 我不是在中国 好,首先,你不要把我扔回来 你不要把我扔回来 你真可怕 我从中国 我扔回你 你不可以把台湾成的国家吗 不 呃 呃,你在中国生生了吗 是 好 那为什么你来到中国 你很喜欢中国 有台湾人在底下留言说 其实那位中国人在被问到你是台湾人吗 他回答不,我是中国人的时候 就已经承认了台湾跟中国是两个国家了 如果台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省 他不应该说我来自中国 而应该说我来自湖南 山东或是河北 心底的真实认知出卖了他的逻辑 还有人回说 嘴巴跟身体时常暖心暖到唱反调的暖心民族 笑死真的是有够经典的小粉红耶 一边满嘴爱中国 但是身体又很诚实的跑去美国 小粉红在这一点上真的超级的矛盾 网络上有一句话就很好地总结了他们的各种矛盾的逻辑 精神分裂吗 中国人眼中的死敌美国 中国人最爱移民到美国 中国人眼中的盟友朝鲜 中国人最不愿意移民朝鲜 中国人最恨的国家日本 中国人最爱去旅游日本 中国人眼中的大哥俄国 中国人不愿意留学到俄国 中国人所谓的宝岛台湾 中国人准备打烂的台湾 真的是可以再矛盾一点 很多中国人很向往台湾自由的民俗风情 大家都知道吧 那为什么会向往 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吗 自己没有的 所以才会向往 那如果是明明知道自己没有 又一直要说自己有 请问一下有没有专业的精神科医师 这个要怎么诊断 台湾可以选总统 中国可以选吗 中国有过真正的选举吗 台湾人有的基本权利 言论自由 集会结社自由 出版自由 中国人都没有 这两个怎么会是可以放在一起说的呢 有一些小粉红可能就会说 中国有选举 那就要跟他分清楚是哪种选举 你说的是等额选举吗 10个候选人里面选出 10个当选人的中国式民主 还是中共人大代表的那种橡皮图章 或是举手机器的选举 全部人一致 没有没有无意义 然后通过 那这些人民代表又是怎么选上来的 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吧 我们看这个美国之音五年前的采访 来听他们自己说他们自己是怎么选上来的 就是您怎么选上来的 您是怎么选上来的 我还是人民选上来的 你要选票呢 得票率多少 什么呀 您的得票率是多少 我的得票率 我们省里边都是高票 都是百分之百 都是百分之百 你是代表吗 我是代表 您是怎么选上来的 我也是 我是人民选上来的 那您得票率是百分之多少呢 您得票率百分之多少 对啊 您要你不说一下 您是怎么样当选人大代表的 您是怎么样当选人大代表的 肯定是人大代表选的嘛 是如何选上来的呢 是如何选上来的呢 有没有经过竞选的程序 我 他因为我没想 不 不 这个你通过大会秘书出去 那您得票率是多少 对 您得票率是百分之多少 对啊 好 没有 您的得票率 您不知道吗 你通过大会那个什么 你别那个什么 您是怎么样当选的 您是大代表 通过人民选择的 是吗 你怎么跟选民沟通的呢 我还很想 什么意思 你怎么跟选民沟通啊 我是一线 但是我是走往一线 然后和一线人们在一起 怎么样 你怎么就多少 我们都是全票通过 您这个选为 人大代表 这个选举的程序 您是怎么想 这个我要问组织上面 组织上面 问组织 通过民主选举 肯定是通过 对对对 您有没有参加过竞选 那个 搞不清楚 您好 您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多少呢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回到小粉红看台湾的心态 很多人就是一种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心态 甚至要打烂这颗葡萄 像是他们叫做学者的礼毅的经典发言 牛岛 就是人 是这样 就是说对大陆来讲 现在打烂台湾 重建台湾 轻松一般 小菜一碟 大陆基建能力强的很 然后就是你说 大陆台湾人死了怎么办 大陆有14.1亿人 台湾现在2300万人 大陆移民4600万人到台湾 也是个小菜一碟 有明白的大陆网友是这样说的 作为大陆出身的人 其实我更希望台湾能作为一个自主独立的国家 保留独特的文化 非要把台湾并入中国 其实对于平民百姓来说 没有任何除了政治以外的意义 的确台湾的存在 如果是对于向往自由开放的中国人来说 是能够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也是给他们一丝希望 上一次我的影片下面 有大陆的网友就留言说 请将中共和小粉红 与有良知的普通的中国人分开看待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这样台湾将更安全 我是不知道在中国 小粉红跟觉醒的人的比例是多少 对台湾来说会不会真的更安全 但是我认为要分开看待是没有错的 我的很多中国朋友都是非常明白的人 只是对于台湾人来说 当他们遇到中国人 会发生很多不好的经验 所以当他们一时还无法区分 是哪一种中国人的时候 近而远之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回到脱口秀 有人说 Jason呛小粉红这么爱国 怎么人会在美国 但是他自己也在美国啊 说不过去 不过台湾没有仇美啊 台湾人也没有把仇美当作是工作吧 那一边嘴上说的仇美 一边要一直往美国去 这个是什么心态 这个是什么矛盾的逻辑 而且现在偷渡来美国的中国人有多少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今年1月到9月 美国边境巡逻队逮捕了 2万2千多名非法越境的中国人 人数是去年同袭的13倍 每年都有中国人在冒着生命危险走线 偷渡美国 今年那个人数还破记录 而且这个还只是被记录在案的数字而已 真实的数字是多少根本就不知道 那偷渡的人里面台湾人有多少 可以保证是零 因为如果他们像是台湾人一样 可以直接线上申请ESTA来美国待三个月的旅游签 那还有需要冒着生命危险走线吗 中国人逃到美国之后还可以申请政治庇护 但是台湾人不能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根本就没有人会需要逃离政治迫害 这就是台湾跟中国的差别 至于说脱口秀里面这个小粉红说 他是真正的中国人 那OK啊 应该没有人会跟你抢这个头衔 不过中华传统文化都被共产党通过文化大革命那些运动破坏掉了 所以现在不是说叫做新中国吗 他说他是新中国人 还会比较准确一点 那回到Jason Cheney的脱口秀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讲到两岸议题了 我从台湾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原来是中国人 200年前的中国人 然後人們在拍攝時,他們會說 他們會說是台灣的一部分嗎? 我還不知道怎麼回答 所以我只是說 不然你只是一部分的父親嗎? 我還說你的答案是一樣的 他還說是這樣的 但你剩下因為你感到困難 共產黨,共產黨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但這就是事情 但你們都不能告訴我們 那我是有看到一个中国网友分享他跟台湾人的对话 有台湾人说在超市遇到中国人 问说是哪里人 他说台湾 这个中国人就会说 哦就是中国啊 他会说跟台湾人讲你是中国人是dirty word 意思就是说等于是在骂他这样 然后说那个中国人就错愕了 可能听不懂 这个中国的朋友呢就说 台湾人讲话太绕了 骂人太婉转 这么绕小粉红是听不懂的 台湾人的确是讲话比较委婉 比较有礼貌 会把请谢谢对不起挂在嘴边 我记得之前跟中国的朋友刚相处的时候 他会说把那个什么什么给我拿过来 当时呢我真的是有小小的错愕一下 后来就发现他们就是这样子讲话的 就习惯了 那如果是台湾人的话 应该就会说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帮我把那个拿过来一下 谢谢